金山湾区华侨文教服務中心高家副副主任 即將農調洛杉磯城縣华侨文教服務中心主任 將於元月三日就任新職 南灣橋學各界在12月30日禮拜五晚上 於南灣橋教中心為高副主任舉辦了農調及歡送餐會 坦白講這樣的一個植物調動並不是我個人的預期 那會裡面的長官跟我說 他們都思考過 因為這個是一個整個業務 橋務工作業務的調整 對我來講是一個promotion 他們認為說 業務上需要做這樣的工作調整 所以希望我不要有太多個人的意志 高副主任並分享了他的工作態度及理念 我的理念就是說只要有橋界 橋界的朋友社團邀請我 我一定到 這是我們做橋務工作 我們最基本的要求 那其實橋務工作 它基本上是一個 怎麼講 廣交朋友 廣結善緣的工作 它基本上是一個做人的工作 那透過這樣的過程 其實我也成長了不少 現場除了有祝賀蛋糕 高副主任也表達了對太太及家庭的愛 並秀了一段跳家關給現場的橋學各界 我們替你非常的高興 我們在這邊要祝福你 希望你一繁豐順 然後事事如意 他與僑胞的互動合作非常非常密切 讓我們僑胞也很榮幸能夠僑委會有這樣的好的官員 祝賀蛋糕的官員來為我們服務 在晚會結束前 呂彥隆主任也趕到會場 為高副主任獻上了賀辭及勉勵 有三點是我自己的一個不敢說座右銘 是我自己奉行的一個規念 第一 效忠國家 第二 有愛同僚 第三 信任部署 送給你 祝你 光臣阿里 紅星衛視記者 郭春新 桑妮威爾 採訪報導 謝謝 謝謝